这漫游早博呀 感觉到心慌气短胸闷 走了一段路以后 时间长了受不了 就觉得得休息一下 心肌供血不足 这个要把心肌供血给充足了 才能解决心慌这些症状 要把心气给补上来 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补蛇我看看 伸出来自然伸出来 然后卷上去 好嘞你看舌下有瘀痣 舌下有瘀痣 年轻女同志呢 都表现在月经有血块上 这要岁数大了 将来就影响到心脑血管了 血的瘀痣一定要活血化瘀 解决畅通的问题 左手脉戏 睡眠不好 睡眠梦多 血虚血瘀 你看嘴唇也子安根 化了唇线似的 你这种病症啊 一定要补气血去化瘀 才能解决你的具体问题 你脉是悬滑的 来吐舌我看看 舌苔黄厚腻 肝胆湿肉非常的重 是不是脾气特别大 肝火上炎 所以你的血压高啊 完全是因为你的这个肝火 而导致的要改善脾气 平时有没有乏力类 这样的情况 气虚气血不足 同时你是不是腿肚子都是凉的 上热下寒 寒热不决 所以给你治疗呢 还要引火归原 这里边你是比较复杂的 看上去好像你是纯火症 不是的 你不要吃纯的这种 清热泄火的 左为气又为血 左手脉细 睡眠也不好 精气神不足 来那个时候 肝火棒 你看啊 从脉象上看呢 这右边的脉呢偏细 单独寸观尺的尺脉 特别旺盛 气质特明显 气质血运 你的这个右侧的这个肢体麻木啊 不通 已经有腔梗了 这个情况呢 一定要把这个血脉给通了 右边的这个腿也不舒服 整个这个右侧 是因为你头的左边去躲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脉给畅通了 为什么双手耗你的脉呢 你的脉左右不一样 这叫中医里边的郁脉 你的气息不畅 情绪悬殊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左右的脉呢 是不同的 气质才造成血运 你看嘴唇紫啊 舌下淤质比较重 这一定要把这个淤质呢给化开 才能解决 你的现在的斑块 血脂膏啊 这些活血化疑的问题 才能把素质降下来 所以你是不是特别爱发脾气 经常的头晕 胸憋胸闷 你也没正能量 气血不足堵 在那儿 对血管比较好的水果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人到中年以后 血管就在慢慢的老化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血管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防止斑块的生成 血管通畅 对于心脏 对于大脑 极致生命都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饮食上呢 建议大家适当的吃 以下的水果 第一就是富含有黄铜类的水果 比如像葡萄啊 猕猴桃 第二呢 富含有花青素的水果 像草莓 蓝莓 樱桃 第三呢 甲含量丰富的水果 像香蕉 橙子 第四啊 富含微生素的水果 比如像苹果 橘子 你记住了吗 教你两招 清理血管垃圾 血管健康了 人就长寿 有脑梗和血管堵塞问题的朋友 不用害怕 学会了下面这两招 能帮助大家清理血管 降低脑梗的复发风险 第一招呢 就是适当的忌口 少吃高油 高糖 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像动物的内脏 饮料 蛋糕 这些都要远离 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促进新陈代谢 清理血管垃圾 听进去了吗 在你刚看完视频 刚听完 路过百年老店的炉煮 吃不吃呢 是个考验 第二招 多喝水 我们的一部分患者 是真的不喝水 多喝水 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 加快体内的新陈代谢速度 防止血管硬化 和血管的堵塞发生 大家都记住了吗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关心病呢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今关心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很多人都叫这个病是富贵病 那到底什么人 才是关心病的高危人群 今天呢 我就为大家总结了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 有家族史 如果你的家人有患关心病的 那么你的关心病的几率 就会稍微的增高一点 第二 有高危疾病的人群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高尿酸血症 这些患者 第三呢 长期工作压力过大 熬夜抽烟喝酒 少运动的人群 第四点 老年人 年纪越大 患关心病的几率就会越高 第五呢 女性 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 由于激素水平的下降 会使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得病的几率也会增高 一个穴位 拨云渐日 轻松搞定 头晕头痛 给大家分享一个有助于缓解 头晕头痛的穴位 非常好找 自己就能安柔 简单又有效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羽浩教授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视频啊 肯定能帮到你 今天我们说的改善头晕的穴位呢 就是这 印糖穴 在我们眉毛中间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跟我来一起做 按摩的时候呢 可以把两个中指 放在印糖上 轻微的用力 顺时针方向去揉按 可以揉按50次 对于缓解头晕 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也可以把中指放在这个位置 向两侧扒开 拨云渐日嘛 拨开以后呢 就会觉得心情都变好了 有头晕头痛困扰的朋友 每天坚持做 有效果 记得告诉我啊 血压高的人 少做这三件事 避免发生心梗 脑梗 大家好 我是赵羽浩教授 血压高的人呢 有这么三件事不能做 以免损伤血管 突发脑梗和心梗 第一就是 突然的用力 摇头和跳跃 这个动作 如果你有高血压 尽量的少做 这些动作会引发你的血压 身高 加重了头晕 头痛 这些症状 很容易出现意外 那我们平时 可以循序渐渐的 慢慢的活动 做这些动作 不要一下子剧烈的去做 第二呢 就是避免洗冷水澡 冷水呢 会使血管 急剧的收缩 也会升高血压 第三呢 就是突然的用力 比如说便秘的患者 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呢 他会用力的排便 很多的视力表明啊 这个情况下 就会容易发生猝死 导致了血管的破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避免以上这几点 咬牙也能防脑梗 这样的好事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赵羽浩教授 今天来教大家呢 如何咬牙防脑梗 如果你也有血管堵塞 或者是血栓的问题 一定要经常做这个动作 咬牙呢 又叫做咬天门 具体的做法就是 把上牙和下牙紧紧的合拢 然后稍微用力 都合拢以后再用一些力 一松一紧 咬牙切齿 咬紧的时候 要加倍的用力 而放松的时候 也不能分开啊 这样的方法呢 每天做上50次 可以很好的舒展 我们头颈部的血管和肌肉 加速血液循环 增加脑供血 让硬化的这个脑血管啊 逐渐恢复弹性 缓解悬晕 头痛这些症状 降低脑梗的发生风险 一般呢 坚持坐上两星期 我们血管堵塞的这些问题啊 就得到一定的缓解 大家不妨都去试一试 吃鸡蛋到底该不该吃蛋黄 有很多人说呀 血脂高了 连蛋黄都不敢吃了 今天呢 我给大家说说 蛋黄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 还有就是你惧怕的脂肪 但是它含有大量的微生素 蛋黄中的营养成分 这些微量元素 微生素 都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蛋黄中含有大量的这些不饱和酸呢 其中重要的是亚油酸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液循环 减少心脏病的发生 而蛋黄中的这些磷脂 胆固醇和蛋白质 都是对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 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健康 另外呢 蛋黄中含有的这些大量的微生素 可以帮助抵抗疾病 促进新陈代谢 从而让人体保持健康 中医经典的用药中 有著名的黄莲鳄胶鸡子黄汤 就是用蛋黄作为药饮子 当睡不好觉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促进睡眠 早晨做两个动作 改善脑供血不足 缓解头晕头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人有脑供血不足 会表现出来头晕头痛 吃药的同时呢 想要效果更好 今天教给大家做这两个动作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呢 可以试一试 首先啊 早晨起床以后 不要急着赶紧下地 坐在床边上做一个手向上仰举的动作 双手向上同时头往后仰 这样既活动了颈椎 胳膊也带着我们的血脉向上 活动开了肩臂 然后把这个手臂从两侧落下来 把肩颈就先活动开了 第二个动作呢 是配合着呼吸 还记得我之前教过大家耸肩的这个动作 那早晨起来的时候 简单的做一下 吸气的同时把两肩耸起来 呼气的同时把两肩快速放下 把这个肩颈再次活动开 慢慢吸气 快速呼气 这两组动作呢 各做十次 这样简单实用的小方法 你学会了吗 出发心脏病是坐着好 还是躺着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的问题呢 不是小事 不管是自己 还是朋友 家人 一旦突发心脏病 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下面呢 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 第一啊 如果患者突发心脏病 还处于清醒的状态 就建议采取座位 身体后面呢 垫着点东西 或者让家人扶着 因为我们在仰卧的时候 下半身的血液反流会增加 容易增加心脏的容量 这样会进一步的导致心脏负担加重 心率增快 心肌耗氧量也会增加 对心脏病患者来说 不是不利的 第二呢 如果心脏病发生的时候 伴有血压下降 甚至失去了意识 出于昏迷状态 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平卧位 以确保大脑心脏 以及其他重要器官的血液的灌注 用毯子或者是衣服盖住身体 前额呢放一条湿毛巾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 千万不要用力去摇晃患者 今天讲的内容呢 很重要 大家都记住了吗 心肌缺血 五大症状早知道早预防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长期的严重的心肌缺血 就会引发心梗的几率增大 今天呢和大家科普一下 心肌缺血常见的五大症状 第一就是胸部疼痛不舒服 特别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以后加重 休息以后就减轻了 第二呢 有的疼痛会波及到左侧的肩背部 左侧的上臂 甚至呢往上呢是下颌骨或者是上腹部 第三感觉胸口发紧 类似压榨样的疼痛的感觉 第四胸闷气短 呼吸费力 尤其是饱餐以后 天气寒冷或者是饮酒后出现 第五除了以上这些症状以外 还会出现恶心呕吐 虚汗 疲乏无力这些情况 最后呢 大家注意心肌缺血的患者 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化差异明显 有的患者呢 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可能发生危险 不同的心肌缺血 也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来 如果你出现了上面这些情况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就医 每天敲一敲 气血充足 身体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有粉丝朋友问啊 他体检没什么问题 吃饭睡觉也都很好 但就是每天很累啊 感觉很乏力啊 这说明你气虚了 气虚的人呢 他有表现的 总爱叹气 稍微一动 一身的汗 一吃补药又特别的容易上火 想要改善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每天呀 去敲打两个重要的穴位 一个呢 就是中腹穴 第二个呢 就是云门穴 就在我们左骨的下方 肩胛骨凹陷的地方 中腹穴呢 是第一肋骨间隙 前正中线 旁开六寸 云门穴是在 锁骨下窝 前正中线 旁开六寸 两个穴间隔一个肋骨 上下相连 大家手握空拳 和我一起来 先左后右的敲 一二三四 这样的去敲击 两边各敲上一百下 敲完了以后 你会觉得浑身轻松 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会出现 打嗝嗦 这些都是疏通了你 肺气胃气的反应 不要过于担心 每天敲一敲 坚持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自己没那么疲惫了 关心病喝三种水 容易心脚痛 关心病呢 是大家所熟悉的 一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这类患者啊 在喝水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 很容易诱发心脚痛 这第一呢 就是不能只在 渴的时候喝水 当你感觉到渴的时候 其实血液 都已经比较粘稠了 这种情况呢 身体里边发出的警报 如果你这个时候喝水 可能会加重 关心病的症状 所以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勤喝水 每次一点一点喝 没事的时候 就要喝一点温水 来稀释血液粘稠度 第二呢 是不要喝冰水 水喝的不要太凉 如果是凉水的话 它刺激到胃 还会引起胃周边 以及心脏附近的血管的收缩 这种情况下 就很可能诱发心脚痛 第三点 就是尽量不要喝肉汤 脂肪含的多的这种 如果纯蔬菜汤 比如像芹菜汁啊 那是可以喝的啊 关心病控制并不难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然呢 吃药也很难得到改善 希望你能为自己的健康 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进行调理 脸上突然出现这三道横纹 而你的心脏正在向你发出警报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出现问题啊 在脸上最准确的反应点就是鼻根处 叫心脏色部 如果出现颜色上的变化 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些皱纸 都可能会提示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疾病 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呢 一般会出现三道皱纸 一道会在这个地方的上方 一道呢当然在中间 一道呢在它的下方这么三道 如果三道全部都出现的话 它代表了你的心血管呢 有堵塞的情况 50%以上 大多数会是这个几率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出现了颜色的变化 也暗示着疾病啊正在发生 比如说出现苍白色属于心气虚 蛋白色属于心血虚 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黄色 而且还有很污浊的这种光泽 是代表着有盘浊 往往肥胖的病人呢会出现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出现青紫色 代表着心脏的淤血就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的疏通 往往会堵塞动脉血管 出现心脚痛啊心梗这些情况 不及时的疏通